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进入日语考级词汇经济N2的第十讲 那它对应的教材呢是无敌绿宝书新日语能力考试N2词汇的第十单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单元的词汇 第一个词汇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汇呢是个外来语是Asia这个词 Asia呢它是亚洲的意思 在我们的二级词汇中呢出现了几个州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Yoropa Yoropa呢是欧洲 那第二个呢 是非洲 那这是我们二级词汇中出现了三个词汇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的记忆 下一个词呢是Ajivau Ajivau呢是个动词 那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呢 它的居本意呢就是表示品味的意思 写个味道 那这个词呢它还可以除了品味这个味道之外呢 还可以指呢 鉴赏啊或体验啊等等 或者是经历经验这个意思 Ajivau这个词 大家说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词哈 Ajivau那我们要记住它具本意是表示品尝的意思 那注意呢这个词呢 那注意呢这个词呢它可以变成名词哈 变成名词呢就是Ajivai Ajivai 把U去掉变成Yi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味的话它单独来读的话呢是读成Aji 单独读的话呢是Aji 那它组合成一个动词呢变成Ajivau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记住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记住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记住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它说Yousho no Ajio Ajiwau那就是品味获胜的这种滋味那这个Ajiwau那就是感受的意思哈品味的意思 下一个词是Alawas Alawas呢这个词呢是动词哈 它的意思呢是表示表现或者是表达的意思 还可以指的是显示代表等等 那这个词呢Alawas这个词它呢 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还可以写成其他的一些汉字 在我们的二级词汇中呢还有另外两个汉字 第一个写成一个线 另外一个写成一个柱哈 那大家看这个写成线的这个Alawas的话呢 它的意思呢就是表示体现显现的意思 那写成一个柱的话呢 它的意思呢就表示著作啊 柱有什么什么 比如说啊 柱一本书写一本书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Alawas这个词写成一个柱 下一个词是Albaito Albaito呢是个外来语 那这个外来语呢是特别常用的 尤其是在我们的奥基听力考试中 经常出现这个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词一定要记住 Albaito是打工的意思哈 打工副业的意思 那这个词呢我们还可以把它说成Baito Baito呢也是打工的意思 那如果说打工的人应该怎么说呢 打工的人呢我们说Albaito Albaito呢就是打工者 那是打工的那个人 所以它后面是一个TA 而这个是PO 不一样哈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来记忆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呢是一个形容词Awatadashi Awatadashi呢这个词呢 他的意思呢就是表示慌张紧张特别匆忙 那Awatadashi呢其实和他意思一样的呢 有两个词哈 第一个词呢是Isogashi Isogashi呢这个词呢是我们的四五级词汇 那Isogashi呢这个词 它呢就是表示紧张的意思哈 Awatadashi也是表示紧张 但是呢它有的时候还可以表示 就是不稳哈 就是不安定这个意思 不安定的话呢其实它也可以等于 Ochitsukanai Ochitsukanai呢就表示 特别不安定特别慌张这个意思 那和Isogashi呢意思呢还是有点区别的 比如说Awatadashi呢这个词呢 它的意思呢包含了下面两个词的意思 下一个词呢是Ido Ido呢这个词呢它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表示移动转移的意思哈 写成移动 那这个I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可以呢读成Utsuru 比如这个I的它的音读呢是读成I 迅读呢可以读成Utsu Utsuru呢是转移搬家的意思 动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读成Ugoku Ugoku呢是动词哈表示运动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来记哈 I和动这两个词那I和动呢放在一起呢它就变成了音读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记住先把它的音读 单独汉字的音读I记掉 然后呢再把这个动读成Do来记住 然后呢我们再可以把它扩展一下 就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扩展一下 I的话呢它还有这个训读Utsuru Utsuru也是我们要掌握的二级词汇 那Ugoku呢是我们的四五级词汇 所以我们可以呢顺便把它呢复习一下 Ugoku是运动的意思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呢是我来语 Interview呢这个词呢是表示采访会面的意思 比如说我要去采访谁 前面通常加Ni Interviewする Interviewします 这个呢Ni的话呢就表示对象的意思 采访谁 下一个词呢是Ugokas Ugokas呢是个动词 这个词呢它是探动词 它的意思呢比较多 它的原意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下这个词 它的G本意呢是什么呢 G本意的话就表示摇动移动的意思 就是它的G本意 因为它写成一个动嘛 它的G本意呢就表示摇动移动 那还可以扩展成为表示开动发动感动 还可以什么挪用啊等等啊 或者是这个推动 推动 所以就好多和动词相关的这些词哈 我们都可以用Ugokas这个词来表示 那它和它相关的呢 Ugokas它相对应的自动词呢是Ugoku Ugoku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Ugoku是就表示运动的意思 它是和它相对应的自动词 那这个动的话呢 我们刚才已经学过移动的时候给大家讲了 这个动的话呢它的音读呢是读成Dou 比如说Kando 那这个词这个动的话呢 依旧是读成Dou 所以呢我们在记一个汉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汉字的音读和迅诺放在一起来记忆 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不断地扩充我们的词汇量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呢是一个动词 Ulam Ulam这个词呢是表示怨恨或抱怨 这个词呢 它是作为它动词来使用的 它有名词 名词的话呢 动词变成名词呢 我们之前呢记住好多 那大家记住动词变成名词的话呢 就把动词呢变成MAS形 去掉MAS就可以了 那Ulam呢就把变成UlamiMAS 把MAS去掉变成Ulami Ulami的话呢就是仇恨的意思 Ulami 比如说Ulami-O-Kau Ulami-O-Kau的话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表示 招惹别人的仇恨 下一个词是动词Oi-Ka-Keru Oi-Ka-Keru呢 在日语中我们把它叫做复合动词 什么叫复合动词呢 是由两个动词构成在一起 构成另外一个新的动词 叫复合动词 那它的意思呢是表示追赶 或是紧接着紧跟着这个意思 Oi-Ka-Keru 是由Ou和Ka-Keru构成的 Ou的话它原意 也是表示追赶的意思 而Ka-Keru的话呢 它是作为一个结尾词 它放在动词的后面 Ka-Keru 作为一个结尾词的时候 它表示的是主动的 向对方来做什么事情 那Oi-Ka-Keru 那就表示主动的去追赶 向前去追赶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生出来的这些我们二级词汇 Hanashi-Ka-Keru 也是我们的二级词汇 那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一个复合动词 那这个复合动词呢 是由Hanasu和Ka-Keru构成的 那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Ka-Keru呢 是表示单方面的 想主动的向对方来做某个动作 那Hanashi-Ka-Keru 那就表示主动的向别人来搭话 这个意思 那所以这个Ka-Keru 这里的Ka-Keru 和这个Ka-Keru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结尾词 表示主动的来向对方 来做什么事情 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个词是外来语 Automation Automation呢 这个词是表示自动化的意思 自动化 那它有的时候 可能会省略成为 Autome Autome和Automation 意思是一样的 下一个词是动词 Osaeru Osaeru呢 是他动词表示压制 镇压控制 或阻止 或者是表示超越等等 Osaeru 比如说我们来看下这个例子 它说 Ikari osaeru Ikari的话呢 是表示愤怒 怒火 那Ikari osaeru 那就是 抑制住自己的怒火 当然Osaeru的话呢 这个词呢 和它相关联的一个 这一词呢 也可以有 Yokusei suru Yokusei suru 也是意志的意思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 Yi这个词的 印度和迅度 Yi这个词呢 在这里是读成 它的印度 Yoku 那这里面是它的迅度 迅度是Osa 那印度是Yoku Yoku se suru 下一个词呢 是Omai Omai呢 是个名词 对于这个词呢 这个词的话呢 它是在Mai的前面 加上一个O Mai的话 单独来使用的话呢 是前面的意思 那前面加上一个O的话 我们在初级的时候学过 比如说我们在四五级词汇中 会经常出现一些动词 一些名词前面加O 加O的话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呢 是表示美化语 那这个Omai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为 就是一个尊敬的意思 你 或者您Omai 当然呢 这个是通常指的是你 Omai 当然呢 除了Omai呢 指的是你之外 还可以指的是神钱 或佛钱 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钱的读音 Mai呢 是它的音读 它的迅读是读成 Zen 钱 下一个词 Omai Gakai Omai Gakai呢 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意想不到的 或者是特别意外 这个意思 和它意思一样的词呢 是意外 意外呢 也是意外的意思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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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 这个词是作为名词 也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 Kai Saku 这个词呢 它就是表示解释 说明理解这个意思 Kai Saku 那我们来看这个解的读音 解呢 在这里 Kai Saku 在这里呢 它是读成 印读 是读成 Kai 它也可以读成训读 训读的话可以读成と 比如说とく とける 都是解答的意思 这个是的话呢 就读成しゃく 下一个词是 かいせi かいせi是名词 晴朗万里无云 かいせi 那这个快的话呢 在这里是读成开 这是它的音读 情它迅读的话呢 是读成ha 印读是读成se se后面加1 那就读成se的长音 se 它的迅读是读成ha 比如说 hale 就是表示情 情天的意思 比如说 seiten 这个时候seiten 这个时候情呢 天 这个情的话呢 读成se 是印读 这个天呢 也是印读 seiten 这个词呢 情天这个词呢 是一级词汇 我们在这里呢 就来做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 隐身一下 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情 我们知道读成se的话 读成se 那后面加个天的话 我们可以猜一下 那天的话 就读成ten 比如说天气呀 天气 那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扩展好多 我们没有学过的 更难的一级词汇 下一个词是动词 kao kao这个词呢 是表示 饲养 或者是养的意思 比如说养狗 我说 inu o kao 当然kao的话呢 作为这个四五级词汇 它写成一个买 买东西 买报纸 怎么说呢 sin buo kao sin buo kao 那这个时候写成一个 se 表示饲养的意思 下一个词呢 是kako kako是名词过去 前生的意思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 过的读音 这个过的读音呢 在这里呢 它是音读 它也可以训读 训读呢 比如说读成s s go s s go s 就是过的意思 度过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s ka s ka呢 是通过的意思 这也是我们的二级词汇 那这个s的话呢 在这里呢 是读成 这个通呢 在这里是读成s 过的话是读成ka 也就是音读 我们来看这个去 这个汉字 去这个汉字呢 在这里呢 是读成ko ko ko呢 是它的音读 那它还可以训读 训读成s 比如说salu salu的话 也是离开的意思 这也是我们的二级词汇 离开 那很简单 有一个词 这是我们的四五级词汇 kounin 去年 去年的这个去的话 它的读音是特别特殊的 所以我们要把特殊的呢 要特别的记一下 比如说这个去的读音 在这里 去年就是读成kounin 好 那这个kako呢 这个词呢 我们呢 就看到这里 下一个词是kaji kaji是家务士的意思 kaji呢 这个词 它读音和它一样的 还有一个词 写成一个火 火势 火势的话kaji 是火灾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家 它的读音 家的话呢 读音呢 是可以读成k 也可以读成爷 比如说作家怎么说呢 作家是saka saka 这个家 就读成ka 那这个是的话呢 它读成ji 这个ji的话呢 是它的印度 信读的话可以读成koto 比如说jiken jiken的话呢 就是这里面是 就是印度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是kata muku kata muku呢 是动词 而且是自动词 它是表示倾斜 或者偏倾向于什么什么 也可以指的话 是衰落 这个衰落的话呢 就是它的隐身的意义 那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其实更容易考它的隐身的意义 和它的意思一样呢 还有一个词叫kata yaru kata yaru也是偏向 倾向 倾斜的意思 下一个词是外来语 katalogu katalogu的话呢 是表示目录 迎接 介绍 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去商店买东西 我们可能会看一下 它的介绍单上的这个目录 katalogu 下一次是kara kara的话呢 是名词表示外壳的意思 外皮 或者是 有时候也指的是独自的空间 kara 比如说 tabago no kara 那tabago呢 是鸡蛋的意思 那鸡蛋 壳 那就可以说 tabago no kara 下一次是 名词或形容动词 kara po kara po呢 是指的是空 还可以指的是空虚 比如说我说这个箱子是空的 我就可以说kara po 那也可以指 最近特别空虚无聊 那也可以用kara po 这个词来指 特别空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的读音 空呢 在这里是读成kara kara 那它还可以读成sola sola 当然呢 这个kara和sola 都是它的迅读 它的音读是读成koo 读成koo 比如说 aozola aozola是晴朗的天空 清空 那这个sola 在这里是浊化了 sola呢 依旧是它的迅读 迅读 那它的音读是读成koo 比如说空虚怎么说呢 就可以说kufu kufuku 在这里 这个空的话就读成koo 是音读 下一个词是kangeki 可以作为名词 也可以作为自动词来使用 感激感动的意思 kangeki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感和激 这两个汉字的读音 感的话呢 读成kan 这个kanjiro 就是感受的意思 这里面呢 感呢 依旧读成kan 在我们二级词汇中 它感就读成kan 所以你要记住 感是读成kan 以后看着所有的感 比如说感动啊 感激啊 我们都要记住 那个感是读成kan 就可以了 这个激的话呢 在这里是读成geki geki呢 是它的音读 geki 比如说kiugeki kiugeki 这个激的话呢 依旧是读成geki的 极具的意思 geki 当然这个激的话呢 还可以读成 age 比如说激烈的话 我们怎么说啊 agehi agehi 下一个词呢 是kikkake kikkake是名词 kikkake这个词呢 是表示气机 或者是动机的意思 这个词呢 意思一样的词呢 等于始まり 始まり是开始的意思 keiki也是动机的意思 需要注意这个词的 在我们的 二级句型中 是有这个词的 kikkake 以什么什么为气机 然后怎么怎么样 那你就记住 kikkake和keiki 意思是一样的 keiki 下一个词是kyu ni kyu ni 是副词 表示突然 忽然的意思 我们刚才出现过 这个kyu geki 这个词 给大家讲过 那这个kyu 急是读成kyu 它是它的音读 这个急它的迅读 是读成 i so 比如说 i so gu 着急 匆忙 我可以说 i so gimasu i so gimasu 那i so gimasu i so gu这个词 也是我们的二级词汇 所以我们在 学这个kyu ni的时候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i so gu这个词 下一个词是kyu geu 重新来 下一个词是kyu geu kyu geu geu 这个词是表示 鱼液水产液 这个意思 这个鱼的话 是读成kyu 液的话 是读成kyu 这个在我们 一级词汇中 它会出现 另外一个读音 是读成 waza waza ye 那我们在 二级词汇中 你就读成kyu就可以了 比如说 农业 農kyu 职业 食kyu 那所有的ye 在这里 都是读成kyu的 下一个词是ku gyu ku gyu是表示 抱怨不满意见的意思 其实苦的话 是读成ku 这个情呢 是读成kyu 情 比如说爱情 怎么说呢 爱的话是读成爱 情的话是读成kyu 放在一起 爱情 下一个词是 ku tsukeru ku tsukeru呢 这个词是他动词 它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 把什么东西沾上 或使什么东西靠近 或是出合着 拉动在一起 这个意思 ku tsukeru 是他动词 那和他相对应的词呢 是ku tsuku ku tsuku ku tsuku ku tsuku这个词的话 是自动词 就是靠在一起 沾在一起 这个意思 而ku tsukeru的话 是人为的 使什么东西沾上 或是靠在一起 这个意思 下一个词 ku tsukeru ku tsukeru 是个形容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来使用 这个词是外来语 那它的意思的是 表示清晰 解决突破客服 或者清除 等等 ku tsukeru 那我们学过英语的话 就做了 ku tsukeru 这个词 和我们的这个清晰 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但是变成日语之后呢 它的意思的就增加了 它还可以指消除 或清空清除等等 但有的时候 可以说成ku dia ku dia 变成长音 下一个词 下一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ku dia na ga zo 非常清晰的画像图像 那这个ku dia 在这里是作为一个 使用动词来使用 后面加na 天哪 就变成一个 行动词来使用了 来修饰名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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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